我今天想跟你們講一下賽季通行證 就讓我這個遊戲不會演示主線 那我演示的是我的一個PVP 那我們就看著辦吧 我今天來先講一下所謂的賽季通行證 賽季通行證還有一個通行證 這賽季通行證的重點就是說有這個 這支是封 如果可以的話 我再跟你們講這一支 除了巴斯人就是有這個抽獎券 購買金銀版領取 什麼意思 而且它裡面還有一個頭像框 這支可以其實是可以去試玩一下它的 我今天可能先跟你們講一下賽季通行證 然後 之後 之後 都要跟你們講那隻角色好了 好 好來 它最想要看的PVP又來了 還是一下我再練一下它們的等級 然後這邊先直接打PVP 一萬六 對 那這邊掃一下 我怎麼知道挑戰誰啊 這個真的也很好笑 啊 為什麼挑戰都會旋轉一下 那 等一下再看一下聊天室我教一下 要看一下角色 這邊順便介紹一下角色 可以從這邊看一下對面的角色 不能看到名稱 想要再給大家看一下名稱 我怎麼跟木講過了嗎 先給你們看一下這隻可愛的小獅子 我想他有秀烏魚等等之類的 好啦我要抽囉 全新的抽卡有東西 我如果要講這個要怎麼講 這是活動招募吧 應該會先講這一隻 不過我先把通信箱講一講好了 我要抽一個人 怎麼都是他 看系統好了 好 先上玩家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十句阿鬼 不然從這邊找 這邊找不到耶 他沒有搜尋喔